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一个蛮有那种文化韵味的小街道 然后又开始了我们的第二杯茶颜角色 可以说一说这次长沙到底喝了多少杯 后来到了这个潮流文化街区吧 我感觉很多潮牌店真的很好逛很好逛 买了这个花花的小帽子很可爱 长沙真的非常悠闲的一座城市 连小猫都这么悠闲 一直脚翘到外面在这个马路牙子上睡 真的是好羡慕呀 我们这次住在五一广场边上 又到五一广场这里来看一下 真的好多人啊 太多人了朋友们 休息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走久了 永远都会从这儿 然后一直疼疼到肩胛过 抱走了一万多步之后呢 就回酒店休息了 家人们人年纪上来 是真的走不了一点路 真的非常快乐的事情 就是边看歌手边吃外卖 长沙这个外卖 真的随便点一下都好好吃 而且你们看这个肉量啊 就这么一碗面的肉 放在杭州已经够做 这个三十多碗面了 然后就到了第二天 出发到了华为这区车 这个车真的好高科技 看起来好帅呀朋友们 真的一静电就完全被他给吸引住 迫不及待的试驾了一下 车身的空间也非常的宽敞 而且整个车都非常有科技感 然后我们就要出发啦 之前坐在副驾都很紧张 但这次朋友是让志杰S亲自己开的 每次坐在副驾 真的太多人了 逃离人山人海 真的周末找车位又是一件很疼疼的事情 但是今天不用疼疼 因为我们的车很懂事 他会自己找车位自己停车 甚至还可以自己跑出来找我们 谁能想到我的驾照都换过一本了 但是倒车肉库的技术真的还没入门 技术跟我差不多的朋友以后就可以安心啦 只要有个手机 他都能令你听得明明白白的 果然加了华为高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都是高科技智能玩意儿 到了晚上没错又是一杯茶盐 两天喝了好多好多好多杯 晚上的无意过程也是依然超级多人 然后来吃网友推荐的一家这个菜 叫什么一盏灯 这个酸菜炒堵丝真的好好吃 你们来的家里面一定要吃 这个米豆腐我朋友们都吃不管 我觉得还不错 越吃越上头 然后来的湖南一定要吃的辣椒炒肉 这个辣椒炒肉以后还是块爱心形状的大蒜 给你们付出新爆走 两天真的太累了 晚上来感受一下长沙的物价 168K有90分钟的SPA 住在之后发现凌晨1点多钟的长沙人 也是依然爆炸多 好了那我们的长沙这里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